他七岁和家人失散 在流浪乞讨中生活 21年 小男孩已尽儿立之年 生活的困苦阻挡不了 他寻找妈妈的脚步 今日说法问播出 流浪儿寻母21年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节目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个人叫郭团伟 今年28岁 在他28年的生命历程当中 有21年他都在找自己的妈妈 在他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2010年2月 东北 哈尔滨 寒气袭人 网络上的一个帖子 却被讨论得很火热 帖子的名称是 七岁被拐来哈士 二十载长大想回家 河南老企儿就想找妈妈 这个老企儿就是28岁的郭团伟 郭团伟说 他之所以给自己取名老企儿这个网名 是因为21年来 他一直是在乞讨流浪中度过的 比如说跟火车捡瓶 完颜列车园 少有地 列车园给吃的 所有瓶都给我 给我卖钱 你说晚上就给火站住 后车时进不去 就在外边 郭团伟说 导致他陷入如今的局面 源于七岁那年 他被人从河南老家骗到了哈尔滨 那个老公 我找我妈 他吃饭吃饭 我没吃饭 他跟我去 我另找你妈 也跟人走了 当时 小团伟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被饿得晕头转向的他 听说能找到妈妈 便跟着那个陌生人走了 郭团伟说 等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之后 再想走来不及了 一年后 八岁的郭团伟 被人贩子 从河南商丘 带到了哈尔滨 一到哈尔滨 人贩子就被警方抓获了 被解救出来的郭团伟 因为年龄小 对家庭的记忆模糊 警方只好把他送到了收容所 后来郭团伟在收容所里 度过了六年 十四岁那年 为了回家 他离开了收容所 这些年中 郭团伟靠乞讨打工 挣钱糊口 很多时候都是好心人帮着他 这个人是哈尔滨夜市出摊做小买卖的张大娘 看着总在松花江边流浪的郭团伟 张大娘很心疼 后来老人家把郭团伟当儿子看 让他帮着在夜市看摊 七岁离家出走 是为了找妈妈 十四岁从收容所里边跑出来 还是为了找妈妈 这么多年来 找妈妈成了郭团伟永不放弃的一个信念 那当年郭团伟是怎么走丢的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 郭团伟还清楚的记得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母亲改了嫁 带走了他唯一的哥哥 我爸死了以后 我妈就走了 那时候啥也不懂 还小呢 不懂这儿呢 我一直到我大爷高了 我两岁不懂事 什么话去做 郭团伟说 妈妈走后就在大爷家生活 当时加上小团伟 大爷家共有七个孩子 生活实在艰难 无奈之下 小团伟还被送到过姑姑家生活 可是在姑姑家 郭团伟并不快乐 给我姑姑家说 我姑姑是让我上学 那个大儿子不让我上 然后红小孩 孩子一哭 我又挨豆 孩子一哭 我又挨豆 农地的活 基本上拉饭的啥都是我 不干就挨豆 姑姑家里 七岁的小团伟 要看孩子 干最终的农活 不仅如此 她还要承受 来自姑姑一家人的冷嘲热讽 就这样 七岁的郭团伟一气之下 从姑姑家里跑了出来 她想去找妈妈 可是她并不知道妈妈改嫁到了哪里 记忆中 她坐了汽车火车 最后到了河南商丘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连家乡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七岁的小团伟在火车站溜达 她想找到自己的妈妈 可没想到却被人贩子骗到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 她一待就是二十年 时间的流逝 并没有冲淡她心中对母亲的思念 于是 二零一零年的冬天 在朋友的帮助下 郭团伟开始向媒体求助 就是她这么多年是一种什么生活呢 就是说在哪打工 就住在哪 得知郭团伟流浪二十一年寻亲的消息之后 哈尔滨当地的媒体积极介入了这一事件 跟她一起努力回忆 小时候出现的就是说发生的一些事 比方说她不知道她的妈妈叫什么名 我说有没有人喊你妈妈小名叫什么 这时候她想起来 有人喊我妈妈小名叫梅影 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在记者的引导下 郭团伟回忆起 自己的母亲好像叫梅影 有个哥哥好像叫团结 妈妈再婚又生了个弟弟 好像叫团灰 后来记者们把这些信息汇总 提供给了河南商丘的国安机关 当时商丘有两个叫郭团结的 也都是农村的 这让郭团伟看到了希望 但是随后的一个细节 又让她的心情跌入了病点 但是根据那个年龄啊 对不上都是70年出生的 她说她的那个哥哥就比她大两三岁 她是83年出生的 那她说也就是80年前后吧 所以说就把商丘这个地方就给好了 郭团伟说这一次寻家失败 不会对她产生太大的打击 因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寻家了 1997年刚从哈尔滨收容所跑出来的时候 郭团伟才14岁 早在那时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寻家之路 那时候爬了货车 货车 货车没有钱不然上 爬货车回去 哈尔滨到河南2000多公里 那时候郭团伟靠把货车乞讨 终于到了河南 可是茫茫人海 她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 失望之中 她再次回到了她熟悉的哈尔滨 坐车 连吃啊 坐车啊 两三个月 那时候已经 就想回家 也不管那些人 就想回家 吃饱了 见车一上 她到了14、15岁的时候 她就觉得 我如果一直在这块生活的话 我还是一直 我就永远见不到我母亲 还是找不到家 就没有任何希望 没有饭吃 郭团伟就乞讨 没有地方睡 她就睡在路向厅 火车站 大桥下 也不是这儿 就得出福利正好 啥活都找过 东西上去送货 洗车装车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14岁的郭团伟 露宿街头 被冻掉了半个脚掌 起来后脚 一点直觉没有 那时候也不明白 也不懂 她身上也挺埋的 前半个脚掌 虽然烂掉了 但郭团伟的命保住了 没有那把老头老说过 那小孩在不治理 得白血病 因为我也害怕 这次身体的疼痛和精神的折磨 使郭团伟更加向家了 他想念自己的妈妈 脚上的伤慢慢好了 但这件事情给他心灵的打击 却难以忘记 在绝望与努力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郭团伟对自己说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争取找到妈妈 后来他渐渐长大了 在哈尔滨 他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 这些朋友 也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着他 你忘了也给你钱 也管你饭吃 现在那时候 你现在还联系吗 联系 以前他不来的时候 就老王会有饭店吗 他抱着 小哥吃饭不用记账 不用花钱 记账一下 每回来都给我送账 那也行 你也一种 也挺 也不知道好 这家小旅店 是郭团伟在哈尔滨 唯一的落脚店 在这里 他住了很多年 14年来住店 有钱没钱的 反正你住 你不要住 你这孩子 你就上哪去 太可怜了 这个小旅店 也是曾经 他帮一个 就是 一个货主 帮他搬运这些货物以后 这个货主 每次到哈尔滨以后 他都住在这个旅店 住在这个旅店 然后他 这一单生意结束了以后 他就走了 但是旅店的租金还有 然后就让郭团伟 就是了解他的这个身世 就让郭团伟去住 郭团伟一天天长大 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他开始干些体力活糊口了 但是由于没有身份证 他找工作时 遇到了不少阻力 没有身份证 不仅找不到工作 住不了店 还结不了婚 恋爱了几年的女友 最终也因为无法结婚 跟郭团伟分了手 身份证的困扰 再次激起了郭团伟 寻家的想法 但是往返的路费 对他来说 却无力致富 这时他又遇到了好心人 就这样 从七岁到二十八岁 凭着儿时零散的记忆 郭团伟三次回过河南 但是都没有找到他的妈妈 看着摆在郭团伟面前的难题 他的朋友们也帮他出过不少主意 但也没有什么结果 虽然哈尔滨这座城市 给了郭团伟很多的温暖 但是成家立业 挣钱生活 这一切如果没有身份证 都无从谈起 所以郭团伟最终还是决定 必须要找到妈妈 找到家 这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要想帮郭团伟寻亲 根据家人的姓名去排查 希望太渺茫 那么郭团伟还能不能记得起 家乡的某些特征呢 我说你妈妈当时住的那个村子 有什么特征 她说是什么产纳米 还自己吃河水 还产沙子 说到了这个话题 郭团伟又想起来 母亲改嫁去的地方 好像叫做卫刚大队银桌寨 然而警方通过查询 河南境内并没有叫做银桌寨的地方 但是负责办案的民警 却对郭团伟提到的家乡特征 很熟悉 然后那个汽车站派出所的所长 觉得就是像他当年管票的地方 这种地方在汝南县不多 后来根据谐音 警方查到了 距离河南省郑州市 二百多公里外的汝南县境内 有一个叫尹庄寨的地方 而在这个寨子里 正好也有一个叫魏梅英的大娘 魏大娘说 她的确有一个儿子叫团伟 二十多年前走失 当年他们也曾经 四处去寻找过 但是很多人都说 儿子很可能早就死了 后来老人也就放弃了寻找 那么魏大娘究竟是不是 郭团伟的妈妈呢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黑龙江河南两地的警方 采集了双方的DNA进行比对 在结果出来之前 由于郭团伟和魏大娘 见面的意愿非常迫切 大家决定先通过网络视频见个面 2011年3月2日 郭团伟通过网络看到了魏大娘 你妈吃了两天啊 你找你 找不着你 你不知道给哪个 这是照片 这么大一张照片 卡哥发过来了 整个视频发过来了 太像 99%就是我妈 心灵感 当时就哭了 她那个脸嘛 怎么变 这我脑海里 我永远记着 妈那样 也是因为 我再给我来一个床 睡觉 再给尿炕 赖我尿 这叫我妈 挑大个 走的 突然开始 我不会画画 我会画画 我妈像 我都能不能画 一见到郭团伟 魏大娘就说 她就是自己 失散多年的儿子 这就是他哥的 他见到他哥 拍这个就是 就是 像不像 就是像 像吧 对比一下 两天过后 郭团伟和魏大娘的 DNA比对结果 终于出来了 现在您的这个DNA数据呢 和魏美营的DNA数据 现在都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 我们都已经入到 打火DNA数据库去了 现在呢 通过DNA检验呢 是您和魏美营 是符合单亲传规律 DNA结果 确认了魏大娘 和郭团伟的母子关系 结果一出 郭团伟就迫不及待的 给母亲通了电话 回到郭团伟常住的旅店 要经过 他曾经打过工的停车场 这里出小汤的人 几乎都认识郭团伟 知道他找到了妈妈 也都为他高兴 里边二 里边三 你这两天就走了 太激动了 他怎么回来了 回来啊 能不回来吗 飞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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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哈尔滨这么多年了 能不回来吗 都有感情啊都 20多年了 对对对 大二多年 多少年了 都一块见见面 多亲的 多好啊 中国有句古话 叫近乡情更切 就是说你离开家乡很长时间了 有一次忽然回来了 离得越近的时候 你心情就越复杂 还有点胆怯 因为你不知道家乡变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家里人都变成什么样了 所以你越是想看见 你就越是有点纠结 家现在找到了 这个对郭团伟来说 既陌生又亲切的字眼 包含着浓浓的亲情 却让此时的郭团伟 心情复杂 他在想些什么呢 郭团伟说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有个心结 他认为当初 母亲改嫁时 是因为不喜欢他 才带走了哥哥 把他留在了姑姑家 这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一切 你现在心里还埋怨你母亲吗 中小有一点 因为他当时走 没带我走 给我哥带着我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在视频聊天的时候 虽然当时郭团伟的内心里 认为魏大娘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但是他却表现了有些无动于衷 你当时叫妈了吗 为什么没有 叫父母 那个二十多年了 我没喊过妈 我就叫父母 这一切真的像郭团伟想象的那样吗 魏大娘当初 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呢 在郭团伟走势之后 母亲又是否像他一样 疯狂的找过自己呢 郭团伟有些不敢面对这些问题 我哥哥有感情 我母亲我不想 但毕竟是要回家了 郭团伟还是在朋友的陪伴下 给妈妈买了礼物 你想好给老爸买的啥了吗 买老花镜 花镜 关于你是不知道他多大肚子啊 你得给他买 回家给他配吧 让我看看他需要啥 咱上你妈看看 买药衣服吧 买药衣服也行 走 咱去看看 这样是 怎么有红色的啊 嗯 给你妈找新鲜脸的 这么高兴的 这儿不找个新鲜脸的 我怎么买红的 买红的 年龄大 它红的不好看 虽然心存疑虑 但是看得出来 郭团伟还是对妈妈充满了感情 在离开哈尔滨之前 他决定先去看望一下 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们 还是回哈尔滨来得了 然后让大伙 啥的帮着帮 找一个不用出力的 然后对脚也不行 找个好工作 整个三写一斤的 慢慢以后找个对象 我们当当结婚啥的 这会有家不叫那家 跟朋友们到晚别 郭团伟回到了 自己住的小旅馆 期待着第二天快点到来 干啥呢 看你美的 太热了 太热了 啥时候回你姐你妈的 这两天我跟我妈妈 要去旅馆看着我 来 冰冰水 妈妈给你一会儿 真漂亮 这家没见着 穿合适吗 不知道呢 行啊 合不合适 你妈也高兴啊 我妈差不多 2011年3月9日一大早 郭团伟终于踏上了 哈尔滨 开往河南驻马店的列车 流浪了21年的儿子 终于要回家了 我那天早上 你就七八点钟到出马店了 你就不用去了 让我弟弟去接我已经 他说你想吃 然后给你买回去 家里是家里的 那不是儿子给你买的吗 回家的路有2000多公里 列车中途还要停16站 这对于国团委来说很煎熬 他买的是卧铺票 但由于心情激动 坐立不安 一刻也没有睡着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奔波 列车终于到了站 国团委的哥哥和弟弟 早已等候在出站口 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流下了泪水 两个小时后 国团委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古南县王刚镇 引装寨村 郭团委不知道 自从他七岁走失 为了找他 母亲画光了所有的积蓄 如今家里已经是家同四壁了 二十一年的牵挂和思念 化作了无法止住的泪水 这一刻的重逢 消融了郭团委对母亲的误解 如今一年过去了 郭团委又回到了哈尔滨 他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闲暇时总会想起自己的妈妈 郭团委活了二十八年 有二十一年在流浪 这期间他经历的打击磨难 这不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 不过好在通过DNA的数据对比 郭团委找到了妈妈 找到了自己的家 其实我们国家在2009年 就已经建立了这个DNA数据库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那些 丢了孩子的父母 和正在找家的孩子 要尽快的到公安机关 去采集DNA 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的 让父母见到孩子 让孩子造成一个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DNA的第一条节目 终于到其他媒体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